你们看一下他们的高光颜色 看不见 太美了 我可以就地登机了 这个颜色 这样看 会不会太深 涂了个眉涂似的 就这个感觉 哈喽大家好 我是珊珊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最近我买了一批新的彩妆 有粉底液 面部盘 唇膏 还有一系列的东西 今天在这里给你们做一个开箱和分享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吧 Make Up For Ever的这个套装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尝试过他们家的底妆 所以我对他们家的底妆就非常感兴趣 然后正好斯普兰有这样一个套装 就是一个正妆的粉底液 加一个妆浅 小的妆浅 15毫升和一个4毫升的高清散粉 柬液了大概20多欧 本来要70多块钱的 然后算到来是50多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小散粉 然后这个是粉底液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妆前乳 这个妆前打开是这个样子的 它是一个抚平毛孔的妆前 就跟大家知道的Benefit那种一样 它挤出来是有一点肤色的 你们看一下 挤出来是这种有点肤色的一个膏体 我这边毛孔还是比较大的 我就上我的脸颊跟鼻子吧 其他地方就先补上 推开就挺有硅感的 可以看到上完以后哦 我的皮肤是呈现出一种雾萌萌的感觉 硅质吧 皮肤的毛孔给填补了 然后它也不会有任何的润色的效果 那我们来试一下这个粉底液 要你用钱先摇一摇 我买的色号是255 因为我试过大家说的那个21什么 251还是215什么 我觉得太白了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深一点点的色号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希望我的色号还行吧 我们看一下它们的高光颜色 看不见 我已经忘了 这个粉底液流动性很强 我们看一下 就跟水似的 到脸上有点黄 好黄啊这个颜色 我不会又翻车了吧 好轻薄哦 这颜色太黄了 看一下我上完这半边脸哦 就是一个黄 这边是白 这边是黄 我的选色又翻车了 不过它遮瑕力道真的是很弱 你们看 基本没有遮瑕力 我的斑 就还在呀 以后拿来混别的粉底液用吧 为什么第一个开的东西就这么的反感 那天还是不应该太干了 这个高清粉底 我对散粉 我对它是印象非常好的 因为当时我在店里试的时候 就是上手就有一种磨皮的感觉 所以这个我先放在一边 帮我打开给你看一下吧 它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把它撕开就可以用 我现在先不撕了 然后它里面是没有任何的粉扑什么的 这是一个四克的 相当于是一个中样吧 但这样看还挺多呢 这个盒子是啥呀 我都忘了 这是我的 这个 我买了一个Mac的个别版高光 因为我看到这个包装 我就太喜欢了 我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他们2019年春节的这个 啊 我要放了 太好看了 太美了 我觉得我可以登机了 有没有 太美了 我可以就地登机了 这个我一定会好好的收藏 我就不摸给你们看了 它叼得太好看了 阿姐非常开心 她寄过来的时候没有碎 这个就是入了我的 珍藏collection Selfringe的箱子打开 就会有彩妆品的话 一般都会给你一个这样的布袋子 哎 我希望我这个粉底的色号不要买错 这个是Clarins他们家新出的粉底液 我看到小红书上的姐妹们 全部都是用100 100.5 101 那个色号太白了 就我去专柜摸的时候 我摸的是105 就是已经比较自然的一点了 我都觉得很白 然后我让那个柜姐来帮我试 她拿了一个109 109那个色号叫Wheat 小麦色 然后我整个人就 这个颜色 这样看 会不会太深 我不知道 我们来试试看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106 因为我当时摸105觉得有点白 因为我当时摸105觉得有点白 它是你看非常水润 这个颜色还可以 不会太深吧 还行但有点偏黄了 不会大白脸 这个粉底液的味道非常好闻 我当时在斯福兰摸的时候 我就爱上它了 就是一股花卉 然后水果味 然后也非常非常的清新 它们的味道 那两个色 这个色号也不是特别的白 上脸的感觉 你们看就像上一个乳液一样 我这边有一个红色的豆 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 我再叠一下 叠两层 可能遮得住个 遮得住个六层 抽起来的力真的不高 但太水润了 我连海绵蛋都不想用 我直接用手拍一下就好了 好吧 今天这两个粉底液的颜色 都弄得我整个人黄卡卡的 你们看真的非常的水润 好吧 我今天底妆就这样了 就是一个打了以后 比我本人还黑的底妆 是不是因为我当时在斯芙兰的时候 我的底妆已经被氧化了 所以 我整个人看起来就比较广一点 然后那个贵姐就给我推荐了一个 比较深的颜色 即使Clarins这个底妆 它颜色比我要深 但我还是喜欢的 因为它很滋润很滋润 你们看就像上一层乳霜一样 这边是那个Make Up For Ever 它们两个的遮瑕度都很低 但是Clarins的遮瑕度 比Make Up For Ever要好一点点 再来摘一个底妆吧 我买了Mac这个粉底液 为什么买这么多粉底液 我当时可能是疯了 这个粉底液是网上风评都很好的 然后它是一个我非常非常讨厌的设计 就是这样 这个就很白了吧 对吧 你看 就比刚才那些都要白了 我们叠到我这里的这个斑上看一下吧 然后这个就很白了 我买的是NC15 就是一个大家都推荐的自然色 这个也是一个滋润款的粉底 足够了大概60% 这个我好喜欢哦 这个改天给你们做测评 对我为什么买这么多粉底液 这个是Pet McGrath的粉底液 这个完全是因为觉得它包装太美了 然后就很想入手 它打开这个塑料纸以后 是一个这个纸做的盒子 然后上面印的是这个烫金的花纹 是这样打开的哦 我有个好机友 它很白 它买的是light wood 所以我没有买light wood 这个瓶子真的是我看人家的视频 我觉得还好吧 就一个塑料壳 但拿到以后真的觉得质感超好 哇 这个好白哦 这个比刚才的Mac还要白 四四 而且这个有点偏粉 我们今天就是一个非常刺激的一天 我就擦一点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四号 这颜色是浅的 但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太不合我的皮肤 这个非常非常的水润 有点油润的感觉哦 所以我觉得干皮应该会喜欢你 除了Makeup Forever的我买的这几个粉底液 应该都是干皮可以用的 Hourglass的这个面部盘 这个是去年底我就很种草的 有些时候人就是这样 有一个东西很种草 你就很想买 然后你就会觉得 哎呀算了还是不买了吧 哎呀不买了吧 然后犹豫了很久很久 最后你还是把它买了 这就是人性 你们看这个指纹收集器 打开来 其实我以为它会跟它其他的差不多大 这样看起来很大其实 是不是 但它其实每一颗都挺小的 我们今天就用它来化个妆吧 我想直接用手 这颜色挺好看的 有种春天的感觉 而且用手抹就已经抹得很匀了 它其实是个腮红 它们的修容也不是很深 还好 它比看起来要显色一点 修容 还挺上色的 我觉得这盘做眼影也挺好看的 你们觉得呢 不愧是粉质非常好的 我觉得妆柜里面粉质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Hourglass和CT CT它们家也是粉质非常好 好了 这样一个简单的眼妆就完成了 是不是非常的快 然后我今天真的很懒 我就用手上一下腮红吧 这个粉真的细的 让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上一下高光 你们看一下它们的高光颜色 看不见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香槟色的 所以在我的黄皮肤上 在我的手上可能看不太到 但是上脸是看得到的 你们看 这有一点偏粉紫色的光颜 打上去还是挺明显 喜欢这个盘子 我觉得很值得收 我没有买过它们家的六色盘 所以我觉得收得非常的值得 这种盒子你们都留吗 我觉得留着很占位置 但是不留又有点心疼 另外还买了两个唇膏 一个是兰蔻的274 因为一直想买这个色号 但是在网上一直转货 就这个唇釉 然后有一次看到它补货我就买了 好奶茶 这个颜色就是那种 素颜也可以涂上街的 这刷头不错 它很细 它的尖尖 所以就可以很精准的描绘一下 涂了个眉涂似的 就这个感觉 但是很有气质 有一种精亮精亮的擀角 直接把它抿掉了 因为还有另外一支唇膏 就是TF的80 impassionate 这个色号是大家都说 很好看的一个cherry cherry的颜色 然后有点姨妈 诶 兰蔻这个有点斩唇 没有很姨妈呀 就是一个水红水红的颜色 这个颜色我喜欢 是一个非常显白的颜色 有没有 好看耶 这个颜色 好好看 这个颜色不错 推荐给大家 它上嘴有一种很厚重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就没有那种很滋润水润的感觉 它还是有光泽在的 但是它是一个 哇 我很喜欢这个质地 最后一样东西 就是我买的Natasha Dinona 他们家的一个crystal coat 颜色是peach 就是一个闪闪亮亮的金金粉 好可爱哦 这个罐子 大家看一下 哇 这个样子 有点像我早上吃的那个巧克力酱 我们来试一下 亮亮亮很亮 虽然叫peach啊 但是它是有一种橘粉和棕合在一起的 所以它没有非常的粉 就直接叠加在我的眼珠中央 好亮啊 我的妈 然后它里面的亮粉是一个偏银色的光泽 其实我觉得它里面的亮片要是偏金色的光泽 我会更喜欢 但是如果是偏银色的光泽 好的 那就是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新一批的彩妆购物分享 希望大家看的开心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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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